這邊其實我們有個 真心話的審判台 兩位請往中間站 真心話審判台 兩個人必須要在 沒有考慮的狀況之下 馬上回答我們的問題 是的 首先第一題就 請問一下出去的時候 一定會跟女友抱貝嗎 請舉牌 女生也要舉牌 女生也要舉牌 好 是的 接下來第二題請問 香香 你信任你的男朋友嗎 請舉牌 男生也要回答 你覺得他信任你嗎 好 好 接下來 出去玩的時候遇過對你好 遇過對你表達好感的女生嗎 請舉牌 接下來請問香香 男朋友雖然愛玩 但是絕對不敢騙你嗎 不敢騙了就圈 來 請舉牌 不要緊張 我們知道可能會暗讀一個人在說謊 如果 如果 JO 這題是要問你的 JO 如果女友希望 你每天晚上十二點以前就回家 你會答應嗎 請舉牌 請舉牌 你覺得他會答應嗎 好的 請問一下 你們還要繼續交往嗎 還是 這也算一題 這也算一題 好 全… 桃姐 我覺得JO還算有良心嘛 他有些回答算誠實的 算誠實的 這個是 對 在我來說我們年紀比較大 這看起來是正常的 因為男生一定會有所欺瞞嘛 對 不是 他會想很多耶 看你這樣子他其實 每一件事情都覺得他在欺瞞 是 沒有…部分啦 但其實他為了怕你生氣 他還是會顧到你的感覺 他真的不算愛玩的 真的 他這樣真的還好 對 你要不要跟納豆出去 一兩次就知道了 真的 他這樣真的算還好 對 好不好 就讓他玩玩嗎 那你說說一兩個例子 愛玩的是怎樣 就是後面這些有沒有 你多看看他們就了解 你男朋友有多乖 好 珍惜他 他算乖的 所以你是不會答應他 12點以前要回家就對了 你跟我講出來 你跟我講出來 因為12點以前 不會有人要出來 這個都12點以後才出來 你確定是 大家都看得到的人嗎 這不是也是 就這樣 不是那些東西 就是因為我們自己朋友 本來都是習慣晚上才活動 都是早上都在睡覺 所以就可能那時候 才有辦法大家聚在一起聊天之類的 你現在的心情還好吧 沒有 因為我覺得他有點好像已經 要爆發的感覺 是嗎 對啊 還OK嘛 好 謝謝兩位 等一下 我問一下 你為什麼不放棄他算了 去找一個能夠乖乖的 對 然後很喜歡去K書中心啊 對啊 像我都去陳平啊 對啊 你現在是... 陳平 我講一下 對 我只是愛玩這一點比較早而已 好 看兩個慢慢學習 慢慢克服 好,加油 加油,謝謝 那OK啦 謝謝 謝謝 好恐怖的節目 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二組 也是相差非常大的 這個阿傑跟小Q啦 他們交往的時間 是工作認識交往了一年 在個性差別呢 是一個急躁加邋遢 你一個溫吞加潔癖 那常吵架的原因是因為 有一方講話太慢了 來,我們先歡迎兩位好嗎 阿傑跟小Q 好,歡迎你們兩位 謝謝 大家來猜一下吧 他們哪一個是溫吞 然後哪一個是這個急躁 看面相 來 看面相 看面相 面相應該是男生 男生是溫吞 男生溫吞 男生溫吞 女生急躁 所以你們覺得女生是邋遢的 男生的臉那麼憨厚老師 來,小宇 男生的臉那麼憨厚老師 而且通常我真的認識那麼多女生 我真的覺得女生通常都比較邋遢 你們誰是比較急躁加邋遢 誰是溫吞加潔癖 男生的臉 我比較急躁邋遢 果然耶 果然耶 剛認識的時候 你們就發現對方是這樣子 還是說你們是交往之後才發現 原來你那麼邋遢 來,這個 剛認識的時候是看不出來 是後來才覺得他越來越邋遢 對 其實我們在公司認識的時候 就是他也是乾乾淨淨的樣子 而衣服也是很整齊 那就是認識久了之後就 他覺得怎麼這個人 越來越邋遢 越來越髒 對 那為什麼還是什麼動力驅使 驅使兩位繼續交往 就是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講話的時候就是很成熟 就講話比較成熟 就是跟一般女生就是比較不一樣 就是我吸引我的地方 那就是後來久了之後就是 他成熟並沒有影響到他的脾氣 就是他的行為 現在看那個阿傑好像並沒有很慢 還是小Q你形容一下 他是到底有多慢 想事情的時候很慢 就有時候可能問他一個問題是 一般你可以很快講出來 或者是不知道的話 你就說不知道 可是他會停很久 大概二、三十秒 他再回你說 不知道 二、三十秒 人生的空白這麼多 到底你在想什麼 就是 就是最常就是 我考慮比較久的是吃飯 我們吃什麼的時候就是 他問我要吃什麼 我說 都可以啊 你喜歡吃什麼 我就帶你去吃什麼 然後我就說 我就反問他說 那你比較喜歡吃什麼 我們這邊有一個耐性的小測驗 我們來看一下兩位 這個速度到底差多少 好不好 菜單 這邊有個菜單 來 要請你們點菜一下 好不好 決定一下要吃什麼 我是服務生 請問一下 這位先生小姐 要吃點什麼 靠太近了吧 這服務生怪怪 服務生怪怪 對 這樣進有點久了 好好思覺這樣已經太扣了 請問一下要 女生決定了 男生決定了 喝點什麼 請問小姐 你要吃點什麼東西呢 好像都是飲料 對 那就喝飲料 那就喝一點飲料嘛 對 你也滿慢的吧你 對啊 焦糖拿鐵 焦糖拿鐵 好 沒有問題 焦糖拿鐵 請問先生 他真的很想耶 珍珠奶茶好了 珍珠奶茶 請問要 糖要放多少 我比較不喜歡喝甜 所以糖要放多少 沒錯 所以咧 那就半糖就好了 半糖 那珍珠要多量 中量還是少量 好 還有分嗎 有… 他一直講的就是有分 太慢了 少量的好了 少量的 對… 吸管要大粗 中粗的還是小粗 不是 然後最粗的 要最粗的 最粗的 就是大粗的 因為杯子你要塑膠杯子 好… 因為你算了 好… 原本真的 發現說他會一直在考慮 他是真的認真在想 一直在考慮 而且還會問你問題 對 他還反問 對 真的有像分嗎 真的可以分嗎 問題幹嘛呢 好啦 問一下我們同學 說你們的個性本身 是的 是屬於急躁的嗎 全插 小美你是急躁的 對啊 因為像 在有時候在說 要吃什麼的時候 如果我一直問他說 要是什麼 要是什麼 他一直說不知道都可以 然後講了又說 不要 這個不要那個 真的 超討厭 我超討厭這種 超討厭這種 我就會有點 學你到底想怎樣 馬泰 我想問一下說 像阿乾 因為我自己也是 這種比較 有時候比較慢一點 對啊 可是那你會不會覺得說 像女朋友會不會 因為 有些不必要的事情在那邊擠 你會覺得說幹嘛這樣子 對 就是 有一次我們中午要出去吃飯 出去之前呢 他就說想要買一個茶包 想要回家泡這樣 然後我就說 好 那我就待會兒帶你去 那我就 結果我就吃完飯回來就是 我就想說 晚上我還要出去一次 晚上再買就好 然後結果就是 在半路就說 你不是說要買茶包 我就說 晚一點再買就好 然後我回到家之後 他停車的時候就 把一個臭臉給我看 他說 他就說 你是怎麼了 他就說 是為了茶包的事情嗎這樣 他說 對 你不是說要去買茶包嗎 他說 我說 我是想說晚一點 我們要出去的時候再買 然後就是有點小吵 結果要 就是晚上我們結束 那個行程就要回家了 其實我也忘了買 對 然後 禮拜 然後我就說 千萬以後在你的人身上 不要再去買茶包 茶包 然後 拉環 然後結果就是 幫他就是 再繞回去買這樣子 對 好